人是中午来的 钱包是下午用的 带着一万预算的小姐姐 最后买了一条多少钱的手镯呢 老板 这是什么价格老板娘 我们先看肿水 这个肿水上手喜不喜欢 可以 不拎不拎的 那就按这种品级 我们找圈口小一点的 好的 好 来 你摘下来 干净 我们一轮一轮逛 好的 这可以吧 试一下 这些有点细 但是肿水特别好的 整个冰感不一样了 如果达到10 它就基本上要到10万以上 经常大家说简陋 是所谓的简陋 其实就是你的条形 稍微细一点点 或者你的枪口 稍微小一点点 你看刚才9跟10 10以上的 我们就叫正规原条了 那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这条什么价了 老板娘 这个 3万 什么感觉 还不错 我让我妈妈看看 我有的时候 我也比较生气 我妈妈也说 妈妈 妈妈妈 妈妈 这个还可以 你背光看一下 对我来说有点大 像这种品质的话 你就是五二这样子 行再看一看 大姐这个是一手出来单条的 可以 这是什么价格 外面看一下 很干净 这里有一抹色花 清爽度很高 就这里有点宽 对这里有点宽 你只要这里过去就行 这里会有点痛 这是骨头啊 骨头 进不去的这个 不行 你这一定要带五二的 这边的吗 这个是起光了 这个多少 别忘了 已经算很干净的一个桌子 这边好带的 就是下面这个骨头 好有光感 这可以 看一下 你先看这个东西喜不喜欢 光强不强 大小也刚好 真正的冰清玉洁 价格 五万以内绝对没问题 再砍砍 喜欢是吗 看个价试试看 打个底价呗 喜欢想要 那就底价嘛 实在嘛 干脆的 这确实干脆 剪个漏嘛 剪个漏 可以少招一点 我听一下你的价 那没有 那真的没有 本钱都差 少一点是可以 我还可以劝劝他 我就门口再开一开 可以可以 那我基本上知道 老板娘要什么价了 三万六三万八这个样子吧 四万那一定没问题 他就想让我给四万 哥帮我们摸一摸 我特别相信你 所以说特意一定要等到你 其他的都不找就找你 就是可能 最多最多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 最多最多三万六 本来他们说放弃 但是还是说想加一口 我一口给到位 三万六顶平坡天 三万六怎么样都不行了 我们这打数是要过这个数的 我知道 我很清楚 我很清楚 那你就这样子吧 不要这样子说了 因为我很清楚的 这样给你去给你 三万八千八 我都跟说 七帅的IP在评仲 应该还算可以的 能卖货的 对不对 因为你们才可以跟我买货 你就让个两千八百块钱 拉一个老主顾 你这样说 我就给大家再商量一下 对 你商量一下 他是真心喜欢 而且人也直爽 老板娘也直爽 你帮我说两句好话就有了 你说西传要买 反正老板既然都这样说了 反正我就浪一跳 你这个看 感谢大姐 感谢大姐 实在一定等 谢谢老板娘 前面带你看看高货 高货 那看嘛 还是不看了 看完了之后 心里会咯噔噔噔的 就是我爱做菜 我拿手菜红烧小龙虾 那么我一般去的菜市场 进去几家 我不会逛完 看谁家合适 我就买了 买完之后有个习惯 这里拎着刚买的 50块一斤的小龙虾 然后又去逛 逛了那一家 35比这个大 你知道我的举动会是什么 为什么 35的再买几千 是的 这是我 我已经先买一族了 我是蟋蟀 关注我 坐纸带给你快乐的珠宝 by bwd6